据了解调查局可能会传唤张显耀来要他说明 因为路友会认为前副主委张显耀在工作上的重大疑点 部分涉及到国家安全 所以在昨天已经决定将全案移送调查局 调查局之后就派员到路友会取得对张显耀的检举案 之后据了解其实在5月底的时候 他们就获得由调查局以外国安系统提报说 张显耀疑似涉嫌泄密的情资来进行分析 所以不排除在最近只会通知张显耀到案说明 那么到底整起事情